劇集《反黑路人格》 進入結局編 誰是Big Boss 誰是蔣世龍最愛都是觀眾關心的話題 浩信和真朗激嘴這一幕 簡直引起全城空洞 我看到有些男性在我的社交媒體留言 她說… 她看完石石那場戲 她說她也想試 哇! 她跟誰才同死?還是她? 我不知道這件事… 這樣吧 但我當沒看過 大小小你怎樣挽回彼彼彼彼的心 她跟她的車廂那麼進擊 她的心一直都在我身上 放心她不會走開 那所以呢… 她說完自己害怕 她笑了 突然去一去 但事實上最後這個星期的劇情 大家會看到其實她情歸何處 大家就知道她的心在哪裡 但接下來這個星期 開始是刺激 開始是緊張 正式進入結局篇的階段 那你會看到 譬如我跟阿賴 究竟最後會是怎樣呢 觀眾不停在想 現在很多人猜你死了 是啊… 為甚麼 很緊張 究竟你會不會… 因為她臥底 臥底 而且看到我扮女人又拿破 她可能很想我死 觀眾可能是 她頂不住了 最後這個星期 會看到浩信和震朗都黑化了 他們開始做的事 跟他們之前的20集不同 其實是阿賴賴交給我 因為我中槍 她就… 摺了 她就埋著水姐 然後就罵三姐妹 又兇明麗 還打彬彬彬 她為了我 就變成這樣了 我很感動 而且很多人說你應該 最後會跟細倫示愛 已經有了 我用兩隻腳來援取我的愛情 看到她拿著人頭 我知道現在是甚麼事了 你幫你幫忙 浩信和震朗在車廂激嘴後 湯兒也照樣煮碗 要跟浩信親親 搞得她很混亂 好像間接親了震朗 這感覺我會覺得… 糟糕 這個…怎麼說 放在一起 所有東西都… 放在一起 這個感覺很混亂 我覺得她經常霸著張震朗 明明張震朗跟大姐姐一樣 對呀 其實大小姐隨時會生氣她 經常阻礙了 可能最後那個三角戀 是她跟大姐姐爭爭爭 對呀 好複雜呀 蔣細龍黑化 狠心活埋水姐 這場戲夠震撼 觀眾也大讚蔣家文專業 水姐演出入營入隔 開心多謝觀眾那麼喜歡 因為我明白我的外形 或者聲線都… 跟大姐姐比 不是好像黑幫的人 但是… 因為我的角色又跟她有一點點不同 多數都是用一些微態呀 或者一些性感的場面去勾引男生呀 那… 但是… 真的很開心 觀眾一直看上去一直都這麼喜歡 那我自己都很滿足的 啊… 還有你那場被活埋的戲 大家都說你超級勇敢呀 好啦 多謝東張西望的同事 哈哈哈哈 謝謝你 因為這一場戲也挺辛苦的 而且那天很冷又下了一些毛毛雨 大家都很辛苦 工作人員也很辛苦 那麼多謝東張西望的同事呢 剛剛計算好數 就是我活埋的那一天 就出了一個Making of 然後令到觀眾覺得… 我們知道你那個俊仙 對呀… 跟你一起經歷 那我也很開心可以將這個過程 跟大家分享 那你試試活埋她呀 哈哈哈哈 有一個女生活埋她 哈哈 所有事情都是因為她而發生 所以我們要活埋她 然後要兜巴車她 好啊 我也兜巴車 好啊 好啊